我請教廷輝老師 我們來看我們整理出來的手板 擾台的部分 三番兩次 有夠煩的煩 我們看這邊有反潛機 它也是來侵擾台灣 這是2月16號的時候發現說 罕見派反潛神音支撐的卡28 反潛直升機來擾台 然後在3月15號的時候 它又派了另外 而且還有兩架是殲10的部分 我們擔心的是說 它常常來 它會不會變成訓練一個常態之後 我們有一些 就是它們暫停在勤收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什麼沒有follow到 沒注意到的這個部分 那你想想看 當這個開戰是2月24號 2月24號之後 然後陸續大家當然會關注的是 台海的這一塊 可是當大家已經盯上這一塊的時候 它有沒有要放手 有沒有要鬆 沒有 要怎麼樣來解決 中國當然對台灣不會放手 也不會鬆手的 那當然是加緊施加壓力 最好它能夠不戰而去的治病是最好的 不過台灣的意識形態 還有台灣的這個自己的主體性 還蠻高的 對它來講的話 其實還蠻不容易的 那我先講這個山東號好了 因為山東號它的母港其實是在三亞 它其實不在北方 那遼寧號的母港是在青島 那通常來講的話 大概你會看到11月12月的時候 遼寧號會南下 大概有時候會穿過台海 有時候會穿過台灣東部海域 然後進入到這個海南島這邊 一起跟山東號來演訓 那這時候你看為什麼 大部分來講的話 在冬天的時候 北方的港口其實比較寒冷 然後甚至有些會結冰 所以這時候 他們在演訓的方面來講的話 事實上比較不利的 所以他在外國南 不小心說度假也不是啦 他是到這個山亞那邊避寒嗎 事實上是在跟山東號來軍演 那山東號通常來講 不太容易說這樣子會北上 那北上有 上一次有經驗是 一北上之區 大概大半年之後 大概將近的七八個月以後 才會南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發現到山東號 可能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有嚴重的瑕疵 所以你看到 整部有東西得愛維修就對了 這個靖平有講說 他如果秀肌肉 不秀肌肉 問題是他沒有肌肉 他沒有肌肉怎麼秀 就是說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是仿照遼寧號來建造 那遼寧號有很多缺失 然後山東號的缺失 中國有沒有改進 其實俄國的軍官講了一句話 說他連缺點都學去了 所以就是說缺陷都學去了 所以山東號之前又發現到什麼 冒黑煙甲板有問題 等等一大堆事情 現在沒有艦載機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一般來講 我們把遼寧號當作演訓的 這個航空母艦 然後山東號他是什麼 演訓完之後 這一批人再到山東號去服役 然後山東號再繼續演訓嗎 事實上應該山東號就要作戰了吧 結果他不是 他不是在山東號 還是拿來做演訓 那真的這一艘船 我認為一直很有問題 那所以這一艘船 應該是回大連 去補修 就去修理 所以可能你在接下來 看到下一次山東號 再下來的時候 可能是半年之後的事情 但是我剛剛講了 他的母港是在山雅 他不是在北方 那反倒是遼寧號去接替他 現在在南方 在海南島這個地方 這是比較奇特的事情 但是倒是剛剛貴 提到這個所謂的卡28 這個反潛直升機 這是俄羅斯製造 那主要的是配備在所謂的那個 這個驅逐艦上面 有反潛的一個作用 那他其實現在應該是配備在 這個中共的054的這個驅逐艦上面 那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反倒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會有這種反潛直升機存在 就代表說底下有潛水艇存在 那底下潛水艇是誰的 那當然也不是我們 那是美國的潛水艇 才出現嘛 所以你看到一個山東號往上走的時候 其實在那附近繞繞繞去的時候 其實美軍來講 剛剛有提到這個 這個什麼 Love Johnson的 這艘驅逐艦也在附近嘛 大家平常就在那邊繞繞繞去的 同時間美國的潛水艇 也在這個附近海域 就不同的繞繞繞去 所以他其實要緊張的是 美國的潛水艇 對他產生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這個反潛直升機 他可以增速到水下500公尺處左右 500公尺 500公尺米的這個地方 來進行這個徵收 那同樣的當然他可以配備一些像這個魚壘 或者是說相關的一些 空對空的一些武器 那事實上大家要比較注意的是 因為他的能量還蠻算高的 跟以往那個所謂的 武系統的或者是直系統的 這些直升機 事實上不太一樣 那他其實是有針對潛水艇 這樣的目的來徵收 但是我剛剛提到的 更加證明是美軍的潛水艇 在這個活動 好 藍燕娟哥要做補充 事實上你如果看這張圖 他有一點小小美感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現在認為說 中國大陸不斷的在台海這邊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這個 不管是演習或演練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張圖 我們最多看到的其實是這一個 也就是說我的共機 如果進入到ADIZ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是有進有出 那其實以我們的雷達範圍 其實他從哪個機場起飛 其實我們是拍得到的 那但是基於就是說尊重 所以他哪個地方的起飛進來 你會看到我們永遠只在ADIZ這一塊 可是你仔細看了這一個方塊 它是卡28的 你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在方塊內的起飛跟降落 所以它代表的是這個地方 其實有中國大陸的 就是剛剛所講的它的這個母艦 其實是它的母船應該是在下方 那所以我們其實過去的時候 一直看就是說它的共機 進入到ADIZ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船隻 早就已經進來過非常多次 這個圖其實非常明顯 就是我掌握到它起飛 跟它降落在同一個位置 它總不會摔下去 所以看起來中國大陸其實在這個地方裡面 它不是只有飛機在跑而已 它的船隻也都在跑 那它的下面是不是也有它的潛艦在跑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凸顯得出來 就是說當中國大陸 做這麼多的軍事動作 而且它其實沒有在收手 而且它不是只有在做一個空軍的 或者是它海軍的 這個所謂的反潛的徵收 它事實上連它的海軍的船隻 它某種程度 它也在進行演練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3D的 3D的一個 不能用作戰 就是看起來它是一個3D概念 在進行它整體的這樣的一個運作 所以我認為對於現在 不管你山東艦或是怎樣 你當然可以講說 它可能是例行性的 要回去它的母港或什麼的 可是對於我們來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個時間點 然後挑著這個時候 你可以玩兩天 你可以怎樣 如果你要表達善意的時候 沒有不能的 就像你們都講說 如果連俄羅斯本來早就已經要打烏克蘭 只因為要讓這個東澳可以順利的舉行 所以都給它延緩了一下 那這種東西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 很刻意的去要秀你的肌肉 我艦載機沒有停在上面 我其他的東西我都帶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必須要去理解說 當你做了這麼多的 這個所謂的軍事上面的 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讓其他的國家 或讓其他的人怎麼去作為解讀 我不認為中國大陸他不知道 好 來 余莎老師 我補充一下 老共這樣的做法其實是用軍事手段 達成政治目標 政治目標是什麼呢 不就是對台三戰嗎 法律戰 心理戰跟輿論戰 但是法律戰有新的發展 為什麼呢 過去呢 他也要學美國嘛 然後呢 有所謂的這個三公報議法 OK 美國最主要是台灣關係法 習近平或是之前胡錦濤或江澤民 都強調所謂依法治國 所以各位還記得嗎 2005年的時候通過一個叫 反分裂國家法說對台動武有三要件 哪三要件呢 發生台獨的這個事實 發生台獨的重大事件 和平統一的條件完全喪失 如果按照他們自己天天講的 那反分裂國家法形同廢止 台灣不是像新華社或是習近平講 那個搞台獨搞台獨 而且呢有重大事件 好多重大事件 美國有台的很多法案 美國的官員來台灣訪問 都胡錦濤都已經下台了 為什麼呢 天天都說要打台灣 有這個台獨的事實 或是重大事件嘛 可是我該說最新的形式是 人大現在正在 你跟政協 兩會結束完了 他們正在幹嘛 想要制定國家統一法 反分裂國家法是被動的 國家統一法是主動的 所以呢 先為這個法 放拋啊 撒花瓣鋪地毯 跟大家講說 我們家倆這個動作 這第一個法律在嘛 為什麼有這些軍事動作 很煩呢 軍艦一直繞台 最好笑是 我們的民眾 跟烏克蘭民眾一樣 也有國防意識 不是說拍整個畫面嗎 二軍出沒在哪裡 然後立刻傳到 烏克蘭國防部嘛 那我覺得蠻好的啦 民眾看到 下面怎麼知道山東號 好可愛喔 好像是模型 山東號 對我覺得蠻好的 民眾自主國防意識 自己國家自己救嘛 全民現在都瞭解 那個好像是山東號 拍下來立刻呢 上網傳 不是因為他 就算不知道是山東號 那個體型啦 你覺得這是什麼 我想說 勢必會拍照片的 對 那我說更重要的地方 是除了法律戰之外 還有心理戰 跟這個輿論戰啊 心理戰的目的很簡單吧 就由於實力 讓你心生恐懼 台灣自己內不內亂 然後呢這個輿論戰是什麼呢 就有一些人啊 跟媒體啊 我們前面直接講的啦 特定媒體跟政治人物啊 這些人啊 陳以信啊 胡思懷啊 就已經啊 我開始講說 首戰集中戰啊 你看啊 敬酒不吃吃罰酒啊 人家都要立國家統一法了 台灣在幹什麼啦 哎呀 親美都沒有用啊 美國只是紙老虎啊 這就是他一連 軍事行動 我相信啊 軍事的演訓啊 剛才敬平啊 跟呢這個 仁俊哥都說得非常清楚 我在乎的是政治的效益 你相不相信啊 這樣子不斷的下去之後呢 再加上新華社啊 左邊開始發社論啊 然後呢這個CCTV啊 在裡面要請台灣一堆 假專家學者 去分析台灣內部的情勢 永遠都是那幾個 學校的校長啊 或是什麼資深媒體人啊 接下來呢 人大立個法 我剛才上網一查 有某位啊 范教授跟我認識的 一個學者 就立個學什麼你知道嗎 台灣極度才被引發 這個中共呢 立法呢 準備呢 這個極統 怎麼會有這種學者呢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你是不是搞錯了因果關係 但是這樣的一個心理氛圍 這樣的媒體效應 這樣的政治呢 效果 不就是老共想要的嗎 更何況台灣 有許多的在地協力者 不論是在政黨 或是在媒體 或是在學界啦 東部 演唱會 很詳細 専攻 演唱會